距离圣诞节还有三个星期 本地网络高饼店也陆续推出了圣诞主题配套 比如树桐蛋糕和姜饼仁以刺激业绩 不过有业者表示 今年订购率较为缓慢 订单减少近两成 记者陈庆林报道 六层布朗尼依次堆叠 绿色奶油充当绿叶 最后再以可食用翻糖作为点缀 一颗美味又精致的手工圣诞树蛋糕 就能上桌了 这家网络蛋糕店 除了售卖经典的树桐蛋糕 今年也推出更多创意糕点 但业者表示 随着各国边境措施放宽 更多人趁着年底假期出国旅游 销量同比下滑了一到两成 业者目前转工企业市场带动业绩 上两年看到的是 人家订的都是比较小小的礼盒 送给他们的朋友 可是今年看到的是 属于买比较大的蛋糕 一公斤 两公斤 我觉得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回到公司了 公司有举办圣诞节派对 所以比较大的蛋糕 觉得很有气氛 另一家业者也推出 圣诞帽 杯子蛋糕等主题甜点 而部分圣诞礼盒 也附带姜饼屋组装配套 可让亲友在聚会时一起动手制作 前两年相比会订那些可以耐久的饼干 巧克力之类这些放着 而相比今年那些小蛋糕 新鲜食品会来得更多 这些牛油鸡蛋都有在上涨着 必须把价格调高一些 可能有百分之十八仙到二十八仙左右吧 两家业者也表示 在疫情期间加大网络推销 不过随着疫情趋稳 对餐饮市场的冲击逐渐消退 公司正积极增并人手 并持续推陈出新以带动买气